大家好,今天來聊台灣的生技醫療公司 是回應網友想要知道的 看影片前請先幫我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的狀態一定要開啟這樣子 咱們在第一時間接收通知 現在就立刻進入正題 今天是回應周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劍橋 公司簡介劍橋全名為劍橋信源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70年 秦深為劍橋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其後購入信源製藥廠,設置CGMP 生產製造及研發平台 並將公司名稱更為現名 為國內主要學名藥廠之一 初期以代理芬蘭第一大藥廠 Orion 產品起家 其後以自身成長 持續並購 策略聯盟的經營策略 透過垂直擴張與水平整合 持續不斷的穩健成長 主要營業項目 各種藥品、醫療、器材、化妝品、動物藥品、化學食品添加物、飲料製造販賣業務 環境用藥批發、零售及有關業務之進出口 營收比重 自治學名藥佔60% 代理專利藥佔39% 其他佔1% 體質檢視 建橋的股本是28.08億 是屬於小型股 在2003年上月至今是17年了 在2008年經歷了金融海峽後 隔1年2009年是連續虧損的 以及在2011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也就是歐債 這一年也是虧損的 建橋在這3年都是經歷了重大的經濟危機 雖然當年度都是虧損的 但其後獲利都還是有賺錢的 而且建橋在1970年就成立了 至今已經50年了 期間經歷了不少經濟不景氣 抵禦股災的能力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股本小這方面是不用太在意的 建橋的董堅和法人持股比例是12.61% 標準是要高於30%以上 從財報上來看 主要大股東 肉橋股份有限公司 是佔6.76% 這個也是在建橋的董堅市之一 所以在經營權這方面是相對比較不穩定的 但日後如果有爆發經營權爭奪戰 會不會推升股價往上飆呢? 這部分就見仁見智 看你是不是買在相對低點了 擴立人力 建橋從2003年上過以後 在2008年、2009年及2011年是虧損的 期益年度都是賺錢的 在2018年EPS是2.21元創下歷史的新高 來看一下建橋去年2020年的表現 第三季營業收入是7.41億 比起前年同期的6.71億 是成長的10% 稅後淨利是0.33億 比起前年同期虧損的0.38億 獲利表現是相當的不錯 2020年前三季累計營業收入是22.14億 比起前年同期的19.63億 是成長的13% 稅後淨利是4.37億 比起前年同期虧損的1.22億 獲利是大幅提升 前三季累計EPS是2.17元 光前三季的獲利已經超越2019年一整年的獲利了 鼓勵政策 連續10年配發鼓勵發出10.14元 發出18次鼓勵合計發出15.6元 劍橋上過以後只要有配息幾乎都有配發股票鼓勵 股本膨脹也相對造成獲利稀釋不穩定 去年2020年是配發現金鼓勵0.18元 股票鼓勵0.74元 合計0.92元 近五年的平均盈餘分配率是超過了100% 股價評估 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價格只是個人認為的價格 沒有任何推薦個股及買賣的建議 劍橋的便宜價為20元 合理價為57元 昂貴價為178元 劍橋第四季的營收是8.24億 成長了15% 創下歷年來最高紀錄 2020年全年營收高達30億 也是劍橋首次全年營收突破30億大關 主要成長來源來自併購瑞安大藥廠 及味道藥業所貢獻的 劍橋2020年前三季累計EPS 已經達到2.17元了 在第四季營業收入創下新高 其2020年全年的EPS是非常具有想像的空間 有沒有機會創下歷史的新高呢? 除了拭目以待外 我們更期待劍橋能超越瑞士的諾華 超越以色列的TIVA 成為台灣真正好的製藥公司 成為台灣的驕傲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如果喜歡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Lauren Jack Bradley 我影片請稍為核極提供 你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